大家好,我是波卡多 海賊王劇場版《紅髮歌姬》即將要上映啦 為了給紅髮面子 為了得到贈品特點40億卷 先上網預購了8月13號 搶新場的電影票 所以提早看完啦 先說結論 如果是海賊名 這部必須一定要去電影院觀看 因為看完真的是很過癮 劇中歌曲還不時會在腦中回蕩 會讓你想要馬上二刷的衝動 不过由於還沒正式上映 就不特別劇透 這邊就來簡單分享幾個 為雷的心得 讓還在猶豫要不要進電影院觀看的朋友 來做參考 那話不多說,開始囉 這部劇場版相較於上一部奪寶爭霸戰 大場面打鬥對戰是較少的 但故事算是完整緊湊 相較之下 個人是比較喜歡這部《紅髮歌姬》 而這部主要故事是圍繞在《紅髮捷克女兒》 美音上面 為了不爆故事雷 這邊就不特別劇透囉 但認真說 整部故事內容精彩 節奏不拖沓 而且沒有突兀的片段 是真的還不錯看 而這部最大的亮點 就是在故事推進中不時會穿插著好聽的歌曲 彷彿讓人置身於一場華麗的演唱會裡 讓人十分的享受呢 這部劇場版就如預告裡面有的一樣 草帽小之夥通通到齊 後來加入了吉貝爾 也終於在大雲路上初次登場啦 不過說實在 在這部劇場版中 除了魯夫外 其他人戲份感覺比較不重 畢竟這部只是將近兩個小時的電影 這也是難免的 雖說如此 但他們都還是有發揮自己的作用 尤其是片人部跟蒜布劇場版一樣 很有看點喔 喜歡片人部的朋友們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這次串場現身飛草冒小之一伙的角色 其實也蠻多的 在預告及官網的介紹中都有放出來 像是世界政府的人 海軍的人 以及羅河大媽海賊團的人等等 陣容也算是龐大 而除了有被公佈出來的那幾位外 這部裡面 居然還有出現一位讓人意想不到 算是不討喜的角色登場 看到時我自己心裡還默默吐槽 這傢伙怎麼也來啦 至於是誰 各位就自己去電影院看吧 剛看到預告時 還以為這部劇場版 傑克所帶領的紅髮海賊團 就只是這部的噱頭 就算他們有登場 可能就像頂上戰陣一樣 出來過個場 打個醬油 靠著面子搞定一切 然後就離開了 或是他們只會出現在回憶中而已 但看完以後 我錯了 我真的錯了 這部劇場版 真的不愧叫做 瑞 面子 那是啥 紅髮還需要靠面子嗎 不需要 這次劇場版直接帶出了紅髮海賊團的戰力 用實力證明了一切 想要不看用燕子果實認真戰鬥的傑克 以及他們海賊團的戰鬥嗎 看這部就對了 什麼漫畫跟動畫 反而都還看不到 真的是這部才有啊 這部大場面的戰鬥 感覺上不算長 但是誠意滿滿 非常精彩 尤其是魯夫爾戰鬥 你想看到的 這部劇場版 都有超推 看完最後對BOSS的戰鬥 真的是一由未盡 還有鼓想要站起來拍手的衝動呢 最後來簡單總結一下 這部劇場版內容確實蠻精彩的 超乎了我的想像 尤其是後半段 另外除了觀看很享受外 裡面的歌曲也是很動聽 然後最後我還是要說 喜愛孩子王朋友 這部一定要去衝一波呀 那我是波卡多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分享或訂閱 波卡的影片 就下次見囉